台湾宣布捐赠口罩给疫情严重的国家 其中新加坡也在捐助的名单内 不过新加坡总理夫人何金 却用一个呃字来评论这件事 引起了台新两国网友讨论 深入了解可能牵涉的原因发现 原本新加坡的新科工程公司 在台湾有两条口罩产线 二月底已经移回新加坡生产 而他背后最大金主就是何金 担任董事兼执行长的控股公司 是不是因此利益关系才会po文 对此新加坡政府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我国外交部则表示 双边政策将持续以政府发言为主 不受到任何个人发言影响 试图缓解争议 新加坡总理夫人何金 对于台湾原证口罩的事情 在脸书写下二的评论 这个字掀起轩然大波 更掀起双方网友论战 留言破1.6万则 不过文章没有删除 反而狂转将近200则的贴文 自动洗版 两国政府之间 基于这个长久的情谊 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关系 而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的政策 也持续的以政府发言为主 不会受到任何个人的发言的影响 而何金的身份也遭到起底 原来他是新加坡 在台湾口罩生产线 新加坡新科工程公司的CEO 疫情爆发当时 新加坡新科工程原本在台湾 有两条口罩生产线 我国政府宣布口罩全面禁止出口之后 新科工程干脆把口罩机 运回新国生产口罩 很有可能因为这样 双方产生不愉快 也让台新邦誼产生变数 虽然把机器要求他们撤回了新加坡 但是这过程的沟通跟协调 是不是在紧急危难的时候 没有让新加坡人真的感受到台湾的善意 那当然如果新加坡认为他们已经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源 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再捐助给其他的国家 是不是对台湾捐责口罩 表示不领情 对此新加坡政府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以总理夫人的身份 脸书po这么一个字 牵动敏感的外交神尖 记者小宾 台北市口罩贩卖机上路第二天 买口罩的民众还是大牌长龙 不少人实际操作 都还是需要服务人员 一个一个在旁指导 如果碰到机台需要补货 又要花更多的时间等待 现场的排队人潮 也打脸了台北市长柯文哲 想用口罩机解决他看不惯 大家排队买口罩的问题 面对外界质疑 上午科匹低调回应 机台有哪些不好用的缺失 赶快列出来就好 操作指导但状况不少 9已经没有了 9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去7 现在不是亏本吗 不是啦 那是7号而已 里面一样是9片 长辈不熟悉口罩贩卖机 一大早来排队也等好久 遇到捕获又得花时间等待 麻烦 一个钟头派两个人 我给钱买不是方便吗 这个都弄来弄去耽误时间 忍耐吧 没有办法 很好用输入很快 我就不懂 既然用机器的话 为什么不能跟一般的饮料 贩卖机一样 放在外面呢 对不对 如果放在外面 这些问题全部都没有了 机台上路第二天 大家还是在排队 重重打脸台北市长柯文哲 想用口罩机 解决看到有人排队 买口罩就受不了的窘境 他的大嘴巴要制造问题的一个科狼自大 然后口罩贩卖机还是应该存在 但他存在的必要 绝对不是取代现在的通道 那我们看哪个不好用 列出来再改进 低调表示希望列出问题 尽快排除 口罩贩卖机公用 看来成效很有限 新冠病毒攻陷全球 现在上海复旦大学 跟纽约的科学家研究之后 更发现 这个病毒进入人体之后 会直接攻击免疫细胞 有如艾滋病毒 在这个研究当中 科学家认为 新冠病毒和人体免疫细胞 主力战将T细胞结合之后 新冠病毒会抢下主导权 让T细胞免疫功能丧失 不过针对这样的说法 国内医师认为 目前证据还不足 不排除是新冠病毒 攻击其他系统后 才让人体的免疫细胞 承受不住大崩溃 中国先前解剖29位 新冠肺炎确诊病患遗体后 发现患者免疫系统 几乎全被破坏 现在就有研究认为 新型冠中病毒 的确会直接攻击 人体免疫系统 有如艾滋病毒 新冠病毒感染这个 病王的人群里面 可以看到它的免疫功能 是受到打击了 淋巴结里面的细胞 免疫活性细胞非常少 一般来说 人体内的T细胞 是免疫细胞家族里的 主力战将 碰到病毒攻击时 会在病毒细胞膜上 钻个小洞 注入有毒物质 杀死病毒和被感染的细胞 达到消灭病毒的功效 但上海复旦大学 跟纽约的科学家研究后发现 新型冠中病毒和T细胞相遇后 病毒反而会夺下主导权 让T细胞丧失保护功能 凶猛有如艾滋病毒 对此国内医生则认为 目前证据还不足 艾滋病毒它本身就是会直接去 到我们的那个免疫细胞里面 去繁殖那破坏细胞 新冠病毒并没有证据说 一定是这样子 它也有可能就是病毒的感染 太厉害以后 使得我们的免疫系统 应付不来 所以看起来好像免疫系统 已经被破坏的样子 事实上可能是它已经消耗掉 所有的资源 面对全新病毒攻陷全球 背后的致病激转 还有众多谜团 等待更多科学研究 揭晓答案 解释据成功特报道 继续带您看到 有中国网友把戴过的口罩 放到了显微镜底下 放大了两千倍来看 结果赫然发现 口罩外层似乎有细菌 正在移动 对此国内医师表示 口罩外层容易沾有病菌 而口罩内层也因为在佩戴的时候 透过嘴巴呼气 使得内层有湿气 所以容易滋生细菌 但是口罩内层的细菌数量不多 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 会引发疾病 那么医师也提醒 民众戴口罩之前 要洗手 摘口罩的时候 也最好不要用手 直接接触口罩的外表面 避免上头的细菌进入人体 疫情期间就怕口罩不够用 许多人会重复佩戴 不过中国有网友 将用过的口罩 放到显微镜底下 放大两千倍 结果看到细菌 正在移动的画面 细菌也漂浮在空气中里面 可是在空气中里面 细菌量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人 大概也不会因为 你吸到这个 有细菌的空气来 你就会生病 放大检视口罩外层 发现密密麻麻的口罩纤维上头 明显附着颗粒物质 再截取一小块口罩 放大检视 指尖上头 似乎有白色的细菌正在移动 对此国内医师表示 除了口罩外层 容易沾有病菌 口罩内层也因为佩戴时 透过嘴巴呼气 使得内层有湿气 而潮湿的环境 也容易自生细菌 但口罩内层的细菌数量不多 不用过度担心 会引发疾病 你并不是接触很多什么病人 这种口罩 医师也提醒拿下口罩时 最好不要碰触口罩外层 才能避免上头的病菌 透过手再接触 眼口鼻等地方进入人体 只是这回民众 把用过的口罩放大来看 发现有细菌在移动 这样的画面也引发讨论 记者原始曾俊伟 新冠肺炎 昨天民本土确诊个案 把症状误认是一般的鼻子过敏 引发了相关族群忧心 自己会不会感染了 却不知情 对此医师认为 民众不用过度的恐慌 但是如果呢 自己的过敏症状 时间前后出现差异 例如本来只是单纯的鼻塞 但是却多了流鼻水等状况 就要特别的留意 另外有旅游史或者是接触史 就要让医师评估裁检 因为根据统计 确诊个案发现管道 以机场拦截占110件最多 至于和确诊病患相关的 接住者裁检和居家隔离者 加起来也有89例 这显示出跟个案同住的接触者 离病风险较高 比如说以前过敏 如果大部分是鼻塞 打打喷嚏 而且频率不高 以鼻塞为主 那现在的过敏 如果是鼻塞加上流鼻水 而且鼻水量还不少 你就要小心 或者甚至鼻水有一些颜色 就是如果以前的病跟现在病 其实表现不太一样 你不要把目前的症状 还是归到以前那个诊断 医师解释 过敏肠肺核病 鼻子痒或眼睛痒 一般固定在早晚时间发作 但如果有旅游史或接触史 就得提高警觉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确诊个案的发现管道 以机场拦截占110件最多 其次是居家检疫 以及自行就医 事与和病患相关的 接触者裁检和居家隔离 加起来也有89例 显示出与确诊个案同住的接触者 离病风险较高 有医师认为这类族群 不论有没有出现症状 应该都要加强裁检 才能避免漏网之余 另外根据目前观察 从欧美返台的确诊个案 似乎比较快能解除隔离 相对中国回来的患者 需要花较久时间才能三彩阴性 是否跟不同区域的病毒特性有关 医师认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记得陈子凡林新台北报道